科技指数升了5% 穿了10天线 很多大的科技股或者中市人 其实都是升得不错的 又怎样看金林的科技股 还有没有再次博反弹 其实我想 如果股市要弹 科技股一定都要帮忙 始终本身 特别成文馆里面 你现在计算一下 其实都差不多是三四成来自科技股 再加上其实每个战比都到 差不多8% 所以当时是弹 那模拟科技股是有条件弹点的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都不断说 监管是很难估计的 但很多时科技股弹 过去几个月见弹 不是没有监管的 只是那段时间相对消息是比较静的 其实这一期也有点迟 你看到近几天 其实监管层面的消息不多 有时候借着静的 你觉得好 可能会转转 所以一样 我想弹是有条件 但其实是否每个科技股都可以选择呢 始终我觉得是比较个别性的 虽然昨天特别ATMS 全部都弹得挺全面的 可以这么说 美团是更加夸张的 但我觉得 如果看近期的走势 那样东西来说 美团或者腾讯会比较好一点的 但始终亚里小米那些 都仍在底位 或者走得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说博去炒一下 博发去反达 或者炒去上落也好 我觉得可能腾讯美团 都仍然比较合适一些 但是如果说那个空间还有多少呢 如果以腾讯来说 其实我觉得 当然现在下一个 短期的走势位是500元左右 其实过去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变相要真的好看 是否突破了 企稳500元流上 如果是的话 其实我觉得仍然有条件 挑战大概540元流上过外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比较短期的位置 始终因为都要看看之后 究竟整个政策会怎样去走 所以我想如果短线 你说对腾讯来计 看着540元 或者540元 比较松一点 其实现在看上去 大概都有差不多一成 但是向下 我想就不要定在8月份底下这么远 因为那个底下 当然是很大的承托 412.2 但是如果你现在定位 就挺远的 那借过率也不高 就是下面做阔过上面 所以我想如果向下 你从短期去看 看近这一个月左右 由9月中到10月初 几次去到450元左右 其实都是有点支持的 所以我想短线这些位置 不穿的话 其实问题暂时不是这么大 是 不穿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